在娱乐圈,最近出现了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,各种各样的世界层出不穷,宋祖的今天在他的微博上发了一条帖子,力挺最有人,不抓黄晓明,天理难容,但冰冰是从华裔兄弟公司出来的,黄晓明也是,华裔兄弟掌握了一个必杀技,疯狂炒作,几乎先知过华裔的艺人,都十分擅长炒作,因为关注度就是钱。 如果这次对黄晓明的处罚仅仅是罚款,如果过几天他又风风光,狂帝揭牌电影电视剧,后面会有很多单红戏子,继续去股市行风作浪,最苦的是小散户,网友表示,华裔兄弟是根,黄逢照张那个也跑不了,都得查,必须抓黄晓明,操纵股市18亿元比范冰冰更可恨,演员也是一种职业, 演员的工资只是反映了消费者,对他们带来的产品的需求,不同行业的工资和待遇必须不同,例如互联网和金融业,在这些行业,员工的工资更高, 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一线工人,不仅工作条件差,而且工资低,同样,默默为国家工作,的科学家是一种职业,艺术家也是一种职业, 然而,他们工作的行业性质不同,消费者对他们带来的产品,有不同的直接需求,他们的注意力也不同,这是由市场决定的,消费者是市场活动,的重要和决定性部分, 不管哪个行业只是要付出时间和人力来深入了解,调查都可以找出法律不符合的地方,为了显示商业他的书业被推到了最前沿,首先,可明显他的书业绝对是非法的, 其次,所有的社会阶层和行业,都有憎恨负人的人,正义显然在玩自己的游戏,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何看法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